哈啰阿杜你好 阿杜你先把你个人的这个背景介绍一下 现在是北港一鸣庙的委员 也是总干事 另外有一个协会 一个社团就是 运林县妈祖青年军协会 我们都简称是妈祖青年军 是监视主席 好你先把你个人本业介绍 本业我现在就是有个人工作室 在承接一些活动 或是记者会的部分 或一些策展 像去年我们有帮一些工艺师 做一个神工传逸的一个展览 就是这些是针对 运林县的一些传统工艺的保存者 去做一个连展 在北港文化中心这样子 那你后来是怎么样 从一般的职场决定回乡 做这些相关的工作 其实会回来这边是因为 一方面就是我出去 去外面不管是念书 我念书带过两三个城市 我在台中也带过 在台南带过 其实后来都会觉得说 小时候只是说去拜拜 朝天宫在北港那边走走看看 不会觉得说他有什么特殊性 过年人很多也没有去探究 后来去外地之后才知道说 这边是很特别很迷人的 所以后来回来就认识了一些 不管是老师还是一些在地人 刚好有这个兴趣 就觉得说好像该为地方来 就是做一点事情 也觉得这个地方其实是很有 历史底蕴 人文底蕴 跟一些人情味也都很足够的地方 所以就想说能在地方做一点事 所以你就是在外地工作多年之后 才知道家乡的好 所以想要回来做一点不一样的事 就是简化来说可以这样说 就是觉得说这边真的蛮好的 可是很多人都认为说 来就是拜拜你 其他都不知道 可是其实东西太很多元 对 那你这个多年这个异地的这个角度 来看北港的话 你觉得它是进步算是比较缓慢 还是算是进步非常快的 我觉得是要看什么层面 我一开始会觉得说这边地方 刚回来的时候那时候会觉得说 这边怎么好像有点保守 然后有点没有心意 就是跟其他地方比起来 可是到现在目前为止 我觉得说这个是反而是很难 被其他地方超有取代的地方 就是最独特的地方 因为能坚持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你不管是地方对于一些事情的坚持 当然很多外地的一些不管是厂商啊 或一些新的东西他想要来 说看到北港有这个人潮 他想要去把 在北港这边找到什么商机还是什么 他们会想要做一些很新潮啊 或是什么的事情 可是可能这些地方人的坚持 反而就变成这边 你要看传统 我们说庙会就好 你要看真的很传统的庙会 跟这些又保存下来说两三百年的一些宣舍啊 什么这些 其实还是在北港最完整 然后保存的最多元这样子 所以可不可以讲说就是建筑的外观变化不大 可是建筑物里面的本体 很多人曾经都在这边一直持续的创业这样子 对啊对可以这样子说 就是他外观变化不大 把他加上其实这些一代一代的传承 他们这些像公益师啊 还是说这些庙宇的一些里面的期劳啊 他们把他们知道的东西一直传下去 然后也不会轻易被其他不该有的一些讯息 或是什么不该有的一些 一些做法去影响到他们的坚持 我觉得这个是其他庙很难取代 你现在已经如果已经很商业化了 你要回到这个传统是没办法的 因为他没有办法恢复 所以坚持下来反而是我觉得是最可贵的 等于在这边还是有很多行业 是一代传一代的家族企业就对啊 对啊就不管饼店啊 我们就北港大饼就很有名 饼店他也是一代一代传 小吃那个更不用说 麻油啊我们北港特产就 饼店麻油这些 那当你这个决定回来之后 你一开始怎么做 是到处先走走看看 我们一开始回来 我就是在忙那个 妈祖青年军的部分 就跟我们会长 我们北港正名代表 那个蔡明君 我们一起 上一起创立这个 这个协会 就是我们一开始运作的是没有 还没有立案 还没有立案的过程 我们运作了大概两年 一到两年左右 我们就 刚好有人立刻来帮我们把 这个案就送到县政府 去做一个立案的动作 就正式的协会 在地应该本来就有一些 马祖相关的这个文化协会 那为什么你想要成立这个青年军 应该是说 当初也没有特别去了解 只是说 我跟会长都有这个想法 说要把这个宗教年轻化 应该是说你说有很多协会没错 可是我们 就回来刚刚回来那个体验 没有觉得说 有人在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想说就成立一个 也没有特别去看说他们为什么不做 或是说是怎么样 可能很多在地协会就做一些文化跟传承 或者是既有的这个活动一直办下去 那可能没有一些新创的东西 对啊 我们那时候是觉得说 大家一样都爱妈祖 爱拜拜 可是用不同的角度去服务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可以整合很多年轻人 他年轻人比较有创意 或是比较有多想法 可是不一定是对的 不管对或是错 我们要有一个机制或是一个团体去 接收这些东西 然后再去转化 转化再可以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实作 所以马祖文化其实跟所谓的镇头文化 还是不一样对不对 宗教文化然后 马祖文化里面才有 才是镇头文化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整个宗教 然后马祖只是宗教的一个部分 对啊 然后镇头又是另外 你说很多社团 其实很多社团是 那是教班会 教班的是 讲教然后服务马祖 对 对那个是教班会 然后如果说 协会当然北港也有很多 当然每一个的目标不同 我没有加入我就没办法去 评断或者说了解说 他们主要是在做 所以你们就是有一些 想要自己做的事情 简单讲就是把它年轻化就对 对年轻化 我们两个主軸 一个是信仰传承 然后一个是公益服务 这两个是我们设定的主軸 这样子 那立案之后 你们有具体的推广哪些事情 立案一开始我们 我记得我们一开始是 就是北港姻妈祖的结束之后 我们北港放很多鞭炮 然后我们就有去做一个劲道的动作 就是去扫头卡拉招 号召一些年轻人去扫地 接下来就是一些 比较像嘉年华 就是很多路口都有一些大型舞台什么 就是去庆祝这个妈祖绕境 我们的做法是因为我们是在 我们之前那个会馆是在朝天宫的前面 的大概200公尺左右 所以是妈祖出来第一个点 那时候我们就 在那边也是搭一个简单的心态 因为我是想要让这些会员有 一个很比较深的参与感 不是来看热闹 看热闹的参与感 我是觉得不够 后来我就有提出个想法 我就觉得可以 邀请会员 或是我们青年军的友工 他们的神尊来 就是来这个形态 就对了 来这边然后一起来 迎接北港妈祖出讯这样子 然后我这样发起之后 就是其实当下就很多 很多会员就 本来我说 要来看热闹 然后他们就 就觉得说看热闹 好像没用 还是用看看这样 可是你跟他说 亲爱的神尊 他们那个整个 乐情完全不一样 而且他就会 整天都在这里 他要顾他的神尊 也觉得说我的生命来这边 参与这个盛会 所以就连续有办了三年 这个活动这样 然后包含 因为我刚刚讲的是北港的部分 其实我们外地的友工 像白沙屯到北港 或是说大庄妈 台中武器的大庄妈 大庄浩天公 他们来北港 我们也都是有做一些 就是其实就服务相克的啦 就是说发一些 凉水啊 结缘品这些 就是你们可以主动配合 公庙的活动 去做一些服务就对了 对对对 我们其实不限 不是说一定限制在 某一间公寓 我先讲我们会员是 来自于全国各地的 虽然我们立案在云林县 那是因为我们立案的一个手续 就是我们总会在这边 所以我们会以云林县为主 可是当然未来有可能 我们是用内政部就是用全国的方式 只是现在会员组成 就大概一半一半 然后平均年龄大概36岁左右 前几年看是36岁 我们不一定要是年轻人 像你讲36岁其实也不年轻 不是算真的说青年军的 所以我们是 我们就是说要年轻的心 就是他心态是年轻的 所以我们很多积极参与的会员 干部50几岁也有 所以简单讲就是未来 如果全国各地有 马祖的文化的活动 你们都有可能会参与就对 并不限定在朝天宫 对 就是我们有请一尊朝天宫的马祖 这是我们的楼株 就是我们有一个保楼株的仪式 保楼株跟我们的会员大会 都是在同一天 接下来服务就是也是要看我们的 要越来越增进我们的体制的完整性 才有办法去服务更多 可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愿景是说 希望有关马祖也不限于台湾 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地区 还是其他的都是OK的 反正就是共同的信仰就对了 对对对 好那讲第二个部分 你讲公益的部分 有做哪些活动 公益我们之前有曾经就是帮那个 植物人那个创世基金会吧 创世基金会我们去帮他卖柚子 然后捐给亿卖 亿卖对对亿卖 然后认购嘛 然后再有去帮植物人实际去洗澡 就是那时候是曹天宫的董事长 蔡永德董事长带我们就青年军这些人一起去 去服务这样公益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想要做一些关于 这还没做啦 接下来的规划是说想要做一些ESG 就是现在比较就是所有企业 或是什么工业 其实都有在想要去做 工部门也想要去做 可是不知道 可能很多不知道怎么着手 所以我们可能接下来会邀请一些产观学学者 或是官方来做一些这个讲座 然后来让一些不管是工部门的人 还是私人企业来上这个课程这样 我们有在规划 可是ESG有一些他跟这个庙会传统文化会有冲突 我们讲这烧香拜拜是不是就有 可是因为我们就是觉得 传统的东西你要部分保存 我的想法啦 就是说你传统的部分要保存 可是你在保存的过程 你要怎么去做让这个东西可以保存 又可以同时兼具发扬的效果 你发扬不代表没有保存 那我觉得两个不是平行线 就是可以去找到一个共识就对 找到一个共同点 就是可以有一些改进的做法就对了 对不是说一定放鞭炮也适量 因为你不放鞭炮那个气氛或是说那个完全 因为其实放鞭炮烧香烧金做这个 这个都是有意义的 可是如果你不信神明的话 你会觉得这没有意义 如果是以我们是有在拜拜的人 我们会知道说这个是 这不能直接拿掉 你不能灭掉 可是你可以减少 减少这是新城镇这是OK的 我觉得这个这几年一直有人在做 比如说推广什么电子拜拜 电子烧香 透过这个网路平台去做这个动作就不用去实体的烧香这样 对对对 像现在有一些就是他在用一个直播器材 在庙的大店 让他可以直接我开电视 我开YouTube就可以看到我妈祖的正殿或是哪里的正殿 然后去做参拜 你说的那个是线上 有的是代烧 可是他这个代烧就 这个方式也是有省下一些碳 因为他不用实际开车 也不用做什么大宗运居 自己的移动就减少了 对就减少了 这也是一个减少的方式 也是跟现代人的支付方式扣合 所以真的要做的事情可以很多对不对 但就是碍于时间能力跟金钱 对因为我们毕竟要找到适合的人 或是他有这个能力跟这个想法 自同道合去做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想法很多 你说分工给人家做 可是你要确保他的方向是什么 也是很难 就是沟通上面也有花很多时间 所以就是一步一步的慢慢做 好我们来聊你另外一个身份 是义民庙的总干事 对对对对 是不是讲一下为什么有这个机缘接了总干事 其实我们义民庙在朝天宫旁边而已 离朝天宫大概走路大概两到三分钟会到 可是因为他是巷子 所以是要转个弯 所以很多其实很多乡客不知道 可是在地人都会知道 因为我们义民庙有235年的历史 这边也要大概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拜的神明就叫 我们就叫义民庚 义民野公或是义民庚都有人称呼 那这些义民 他其实不是一个人 他是一群 108位跟一只义犬 然后我们这108位就是当初在1788年对抗 林爽文事件那时候叛乱 然后这些义民军然后组成一个军队 然后对抗他 其实当初他是打胜仗 就是发生的地点也是在我们庙的 现在这个地方 对 然后他是打胜仗 只是因为半夜在庆功的时候被突袭歼灭 所以本来这群义民是打赢的 对打赢在庆功 那一天是打赢的 对 义犬就是因为他在看门 他先被毒死 我们后来也没有人敢收 收尸什么 就是曹天宫的师父 所以我们跟曹天宫有很深的渊源是这样 曹天宫的住持法师 来把这一群义民就是直接就地就葬了 然后当初就叫金义庭 因为金义庭 那这个金义这个字啊 这两个字叫金义 金义这个是乾隆皇帝当初 当初他在林爽文事件结束之后 他给四个族群都有一个贬额就对了 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包宗 布丁那个运营的包宗的那两个字 他是给客家人 他现在客家的算总庙 他是在新竹的新浦 接下来就是闽南人 闽南人分为泉州跟张州 我们当初是泉州人为主 就是泉州是给我们金义这两个字 然后张州就是给斯义 然后还有贫朴族是孝顺 这四个族群都有在当初明辩的时候 帮朝廷去外交街乱民就对了 然后我们交金义 所以我们跟其他一名庙 现在台湾各地大部分 一名庙很多都是客家系统 说起来是跟客家人的信仰主体有关系 他们有特别 算客委会或是金乃党 有特别去把他们这个一名信仰保存下来 可是因为我认为我们可能是在北港 北港朝天宫他实在香火太鼎盛了 所以我们又在朝天宫附近 然后所以光环什么就是资源全部都在朝天宫上 所以才会比较没有人那么知道外界 可是在北港人的其实都知道在地人 当初我们庙这边是很热闹 就是只要是我们我讲的牺牲那天5月30 那天就是很多居民都是会传东西来这边拜 又回到说为什么会来这边想要在这边帮忙这样子 因为当初我一直听很多长辈有说这些 就是以前那一名庙的盛况 可是我自己是好像没有经历过 我是小时候那时候好像已经没有那么热闹 可是一直听一听说以前为什么拎拎拎拎拎拎拎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其实很有特殊性 然后也很有历史价值 是应该要把它再慢慢把它保存以外 慢慢再唤醒 我讲的比较直接是唤醒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我找到的问题点就是说 很多人不知道这是在拜什么 为什么要拜这些义民 就是饮水师园 这就是他这些人当初就是为了保卫家园 他就牺牲了 所以我们拜这个是拜饮水师园 就是像在拜我们的祖先 当初会从一个经义庭 然后慢慢发展 后来神格化是因为 因为以前会有人说 这个拜的这个不是一般我们常见的神明 就是刻板印象就是一庙嘛 跟北部的十八王公一样 有这个讲法 最大的差别就是你讲那些万善也 最大的差别就是皇帝政扁这个动作 最大的差别就是这个政扁动作 让北港一名庙跟新竹一名庙这边 就一个神格化的一个过程 所以现在就是普遍 普遍这边居民或是说外地 就是认为他是神明这样 我会想要去回来这边帮忙 就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说 为什么来拜这边 然后把这些人潮 或是居民就是在五月底的时候 要家家户户就要穿来这白 就是唤醒大家就对 对对对 然后其实五月底 这也有个很特别的就是 北港有很多在地的宣社 像我讲的吉亚宣 金生顺 这些是北港南港的那些乐团 吉兵社 然后盛政森 这些都是一两百年的 有两百多年的 有的还比一名庙还早 早成立 他们在每年我们热闹的前夕 就是连续五天 都会有不同的乐团来这边 主动来这边排场演奏 算是悼念这些艺民就对了 这是很特别 因为其实北港 没有地方那么完整的 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讲一些你们新创的服务 这个宠物灯 其实宠物灯 说实在大概不是我创的 我进来的时间就有了 我听说大概五年左右 我是进来大概一年多 我就很好奇 我来看 怎么没几张 后来我就在去年底的时候 就稍微把它宣传一下 就是用不管用网路 然后结合其他公司 用线上点灯 对 然后就把它宣传 今年就有成长很多 大概有100到200站 就是早就有这样的服务 可是还没推广出去 我为什么会去推广 是因为看到说没人 再加上去年有看到新闻说 其他庙说他们是什么全国首创 说有这个宠物灯 我们会做这宠物灯 其实非常适合 是因为我们 我讲的有那个义犬将军 他自己有个店 义犬将军 以前就是 其实是他保护小孩 就是很多小孩 还拍油漆 还是说在会爱哭 还是什么 他带来这边给 义犬将军有一些信徒 后来就是因为觉得说 很多现在都毛小孩 不一定有生孩子 小孩可能是狗还是猫 或是其他宠物 他们对狗跟猫也是很照顾 想要帮他祈福 其实之前就有人在问 后来他们就把他开发 现在宣传出去之后 像我今年也第一次 在我们上上个月热闹的时候 就我讲了我们 我们那个五月底 那个祭典就 一鸣爷公祭典 我们这边很多人会讲 五月普 普度的普 还是说 一鸣公普 一鸣公普 对 那个祭典的时候 我就 那是我们年度最热闹的时候 我就 把一些狗罐头 就我自己 因为我 没有用庙房 就我自己就买一些狗罐头 然后拜一拳 后来就让他们居民拌签 就是 如果你狗狗 最近很吵 你可以 你可以带这边 然后拌个签 然后 可以拿回去这样子 免费收取 恐慌收金一下就对 收金 你讲收金 就提到我们有一个 比较 北港人都知道 就是我们 庙有在帮人家收金 就平常就有 就是这个是庙婆 他们好像传承两三代 古早就传下来 那你有配合中元祭有活动吗 中元就没有 因为我们的五月谱的祭典 是在农历五月底 你离中元祭很近 太近了 我有去问 就是说以前好像也都没有 中元就没有特别做什么活动 所以主要就五月三十 因为五月那个谱 那个谱度 人家都以为谱是在谱 孤魂野鬼 就是跟七月谱一样 其实是不一样 我们五月谱 像我讲的 他们我们是在祭拜里面这些 就是对内拜 我们的神明 我们讲我们神明 义民野公这些 不是在谱这些众 就是众生 那是不一样的概念 谢谢小杜 为我们介绍你的职场 我们下期再见